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西省的临川这个地方呢 除了很多文坛巨匠 比如著名的文学家王安石 燕姬道 曾拱等人 临川才子金西书 这金西书又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探寻一下 这金西书中的墨运书香 以及中国明清时期 在江西地区曾经热闹非凡的一座 刁板小镇 在中国江西省的金西县境内 一片片古色古香的村镇兴罗齐步 这些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建筑 生动地勾勒出中国江西境内 九富盛名的临川文化圈的轮廓 在所有这些古村镇中 有一个叫做许湾的地方 显得十分特别 一座高高的牌楼 筑立在小镇的入口外面 牌楼上三个显眼的大字 书出街似乎在向世人宣告 这里曾经是一个书香遍地的繁华所在 所谓金西书也曾经以这里为中心 影响着临川文化圈内无数的文人才子 高高的牌楼后面 一条长廊把许湾古镇 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 远处古老的庙宇 和密密扎扎的民居沉浸在一派寂静之中 等候人们的探寻 和大多数江南水乡里的村落一样 许湾镇有着斑驳的青石板路 和高低错落的码头墙 小镇的街道很窄 两旁是林立的房屋 与众不同的是 这里的房子大部分曾经是商铺 而不是简单的民居 很多大门上面都有匾额 有的清晰 有的已经模糊 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 当年的气派与辉煌 除了华丽的建筑和幽深的小巷 隐藏在这座小镇中的 还有中国明清时期 曾经辉煌一时的 刁板印刷生意 2007年的一天 中国江西省金西县许湾镇上 一个名叫左心魔的人 在翻修自家老宅的天井时 发现天井的木梁上 好像有什么东西 摸上去像是几块小小的木板 左心魔顺手将这几块黑乎乎的木板 从房梁上拿下来 这才发现木板上都刻着字 左心魔知道 这肯定是以前用来印书的刁板了 因为在曲弯这个地方 经常会发现这种用来印刷的刁板 刁板是中国古代印书的一种工具 古时候在平滑的木板上 雕刻字体突出的杨纹 这块板就是刁板 而印书时 只要在突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 然后把纸附在它的上面 就能印出字迹 左心魔数了数自己手中的刁板 一共有12块之多 经过金西县文物部门的鉴定 这12块刁板 都是中国明清时期使用的木刻刁板 与此同时 金西县文物部门 在许湾的另外两户居民家中 也发现了清朝时期的刁板 这已经是金西县文物部门2004年以来 在许湾这个地方 收集到的第二批明清时期的刁板了 走进许湾镇 我们不能发现 这里的大多数建筑 都脱离不了书的影子 在许湾有两条著名的书铺街 前书铺街和后书铺街 所谓书铺街 顾名思义 就是这条街上 全都是跟书有关的小店铺 有刻书 印书和卖书的 还有各种与书相关的笔墨纸页 前书铺街长240米 后书铺街长170米 两条街的宽度都是3米 街道两边店铺林立 后书铺街街口的石拱门上 欠有一块中国清朝道光年间的石拱 上面写着早立狼馆四个字 狼馆是中国神话中玉帝藏书的地方 这块匾额的意思是说 这里可以和玉皇大帝的图书馆相媲美 可见 许弯的书籍印刷业务 在当时的社会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坐落在后书铺街的于大文堂客书房 在清朝时期的许弯镇非常有名 客书房的廊柱上 至今仍保留着体现雕板印刷业的对联 许弯于大文堂的创建者叫于中祥 他最初创建于大文堂客书房的故事 至今仍然为许弯的人们津津乐道 于中祥是今夕人 家住离许弯不远的竹桥村 有一年 于中祥看到 有很多贩卖灯心草的人 他们辛辛苦苦犯来的灯心草 却少有人问津 灯心草的价格也被压得很低 于中祥觉得商贩们实在辛苦 便大量收购了这些灯心草 拿回家囤积起来 一年之后 清朝的皇帝做法是 需要大量灯心草来点灯 朝廷便在民间四处采购 于中祥收购的灯心草 也在此时被高价收购一空 于中祥因此大赚了一笔 赚了钱的于中祥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许湾修建了这座专门经营 刻板印刷和买卖书籍业务的于大文堂 古老的木门里面就是当年曾经热闹非凡的于大文堂 整栋宅子很大 分为前后两进 前面卖书 后面则是当年刻板和印刷的地方 和大多数书商不同 精明的于中祥发现 买卖书籍不过是在中间赚个差价 但是如果自己堪客书籍的话 利润就会增加很多 况且书籍大都需要重复印刷 一块雕板会被反复利用多次 总体算起来 自己印书就比单纯买卖书籍要划算得多了 于是于大文堂被于中祥扮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 他广泛收集各类雕板 又请专人来雕刻新板 就这样于中祥凭着自己高超的商业才能 在许弯的于大文堂里 堪客了许多书籍并销往全国各地 自中国隋唐时期印刷术发明以来 中国出现了北京 扬州 杭州和福建的四宝乡 这四大雕板印刷基地 我们可以看到 许弯并没有出现在这四大印刷基地里 可是到了明朝以后 许弯在雕板印刷界可以说是义军偷起 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机缘 让许弯成为了明清时期的印刷重镇呢 这我们还要从中国江西著名的林川文化圈说起 自古以来江西的林川文化圈内人才被出 中国著名诗人王博在那首《荡气回肠》的《藤王阁序》中写道 《夜水诸华光照林川之笔》 从南朝的谢陵运到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和曾拱 再到慈坛二宴的宴书和宴基道 甚至后来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的中国著名戏剧大师汤贤祖 林川文化圈内走出了很多文坛巨匠 正是他们成就了处于林川文化圈核心地区的许弯 才子们读书爱书也喜好藏书 他们对书的需求一直没有停止过 起初看到商机的人们只是将书从其他地方贩卖到许弯来换取利润 慢慢地许弯的人们自己也开始刻雕板 这里的雕板既字迹工整又少有错字 印出来的书大受欢迎 于是印书行业就这样在许弯发展起来 许弯古镇依水而建 流经古镇的符合 为许弯带来了便捷的交通条件 在许弯印刷出来的各种书籍 被精明的商人们从这里运送到南昌和福建等地 再从各地采购印书所需要的纸张和颜料运回到许弯 伴随着刁板印书业在许弯的发展 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既是书商又是学者的人 他们既以书为业 经商致富 又以书为乐 藏书玩书甚至著书 形成清代金锡藏书的一大特色 有一位名叫赵承恩的人 他曾经在咸丰 同志 光绪朝三次被举建为孝连方正 孝连方正是由地方官员推举本地人员做官的一种制度 被推荐的人通过考试后 被赐六品官服 等待朝廷派遣任用 这对于一般求取功名的人是难得的机会 但这位赵承恩却坚决不接受这样的推荐 他在许弯以著书藏书为乐 压根儿不想设身朝局之内 他创办的红杏山房就是一个勘客书籍的地方 从咸丰年间到清朝末年 有这座红杏山房勘客的书很多 我们看到的这本《陆向山先生全集》就是出自当时的红杏山房 陆向山是中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新学大师 也是林川才子 红杏山房勘客的这些书籍极大地发扬了林川文化 如今随着科技进步 刁板印刷早已成了博物馆中的陈列 工人们平掉那些逝去的岁月 走在许弯镇的书铺街上 似乎还能想象当年刁板印刷繁盛时期 人们在书寺里忙碌的身影 而青石板路上的一道道车辙 则永远记录着那段曾经繁花四季 在中国南方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中 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创立了一套流传千国的哲学理论 他是谁 中国江西地区古老的民居建筑 对他的哲学思想有着如何深刻的影响 国宝档案带您探访中国南宋时期 一位新学大师的幽幽顾理